原中国银行业监管会副主席蔡厄生被提起公诉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厄生涉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 滥用职权 已被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报道 蔡厄生涉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 滥用职权案 由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由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近日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蔡厄生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讯问了被告人蔡厄生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蔡厄生利用曾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 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蔡厄生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 副主席期间 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逊私舞弊 滥用职权 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情节特别严重 依法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蔡厄生一人犯恕罪 依法应当属罪并罚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曾在今年1月发布 三名高官同天落马被处理的消息 蔡厄生和原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明 被开除党籍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员委员 执行局原局长孟祥被双开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中纪委对蔡厄生的通报措辞严厉 指其政治上彻底蜕变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 滥用金融监管权 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严重污染金融领域政治生态 通报还称 蔡厄生奢靡腐化 寡怜掀耻耻 大搞全色 前色交易 目无法计 退而不休 顶封作案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 通报说 除了开除党籍 蔡厄生享受的待遇被取消 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查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 曾被称为中国信托业 头号功臣的蔡厄生 去年7月 在卸任银监会副主席 8年后 被中纪委调查 1951年出生的蔡厄生 长期在银行系统任职 在央行系统工作20余年 官至中国央行行长助理 兼上海分行行长 2001年至2005年 转任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2005年12月 出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至2013年5月退休